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这个没见过我穿的这么花是吗 对对对 我第一次看见吓着了 我们办喜事啊 我们我跟广美办喜事 对对对 我们两个 结了 我们结了 各自结了 各自 对 各自都没了结呢 这个我们台庆 所以这几天 过20岁生日 连周转 搞这个活动 你可以看看广美 应该邀请彩夫兄也来 其实我们老板的广法 广撒英雄帖啊 枪枪三十行的嘉宾 像马先生 马卫都也来了 是吧 王蒙老师可能是有事 对吧 广美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在我们这里 就会举办这个生日的 这个party 你看 我专门要找件腿 增色不少吧 这是我们的那个五同阁 这肯定是您蹲下拍的吧 对对对 不是在一个电梯上面 是是是 后来我一直跟上去的 然后你看这个 这是我们一个全家福 那天老板成了一个固定的 那个背景板了啊 所有的主持人都要给他拍 你看 广美跟我们老板拍照 你看还有吗 这是广美发的朋友圈 你瞧 我们的颜值担当 这两位那模是谁啊 这是 这是我 一虎是我这一辈里的帅哥 对我知道 那位叫李克夫 是我们这个小鲜肉 就是新生代主持人里边的帅哥 公认的 而且我觉得他最棒的一点是 我终于可以穿个高跟鞋 而且站直着 哦 你看 小田 玉驰 郑浩 哎 这个 哎 可开心了 开心啊 这一看就是 想起那个邵逸夫先生 这个 一百零几岁的时候 那个大寿 几百人全是演员和导演 哦 一直排着 我估计着你们能熬到那天吧 邵逸夫爵士 好像感觉是女人缘不错 那是 一座大寿的时候 所有漂亮女艺员都在旁边环绕 喜欢这个啊 众星报喜 对不起 我得插一下话了 刚才最应该放上去的那一张 我没发你 哎呀 我让他们补上去 我让他们补上去 哎呦 这个你瞧瞧 瞧瞧瞧瞧瞧 这才是我们这么多年 这个有人趁着他显着腿长 你看 我跟文涛拍照就没法站直了 咋不止腰杆了 其实你不光是20年大庆 我们腔腔也是同时 小庆18年 看到愚人节说腔腔18年 腔腔18年 我刚才在楼梯里说 什么时候能熬过新闻联播呀 这可能快 新闻联播多少年呢 不知道啊 可能得二三十年吧 对 哎 广美是真是我们的老老牌的嘉宾了 广美这这么多年了 让我们推算一下年龄是吧 不是 广美某种程度上讲啊 他比我这个凤凰元老还老 我不是说岁数啊 因为当年凤凰卫视开台的时候 他的前身是香港的卫视中文台 属于Star TV 就那时候老没没没多 莫多克的 对 而他是那个时候的音乐节目的那种 Channel V什么的 呃 就是Star TV 卫视中文台 卫视中文台的主持人 所以等于说 对 所以等于我们去的时候 他 柯兰还有 也就 我也就 找你两个月 哦 我也就找你两个月 然后被那个Star TV 等于是借 借借 拱到那个凤凰台 对对对 哎 所以广美你真是 还我们都逐一发表感想 你也 你也 你也讲两句呗 跟跟跟 跟我们的大家 其实二十年 我觉得想讲 要讲的话太多 没有别的 我真的就是很很感谢 很感谢 很感动 我要感谢什么 我还记得我进公司 进凤凰第三年的时候 那时候在香港的台庆 我说了一句话 我真的觉得凤凰卫视太大胆了 因为我是一个非科班出身的 我没有学过任何广播 跟电视类的东西 他竟然可以这么大胆的 就启用一个 而且没有任何背景 谁也不认识 谁也不认识我 然后他就用我了 然后一直 也成就了我今天的一切 所以我真的对凤凰 我除了感谢两个字 没有其他东西要说了 其实孟光美老师 以前我觉得 是一个特别有星图的好演员 现在就被你们给耽误了 是吧 不是 他没耽误他演戏 他演梅朝风 他也演 李莫仇 对不起 心理莫仇是吧 我怎么这么晕 其实那里边 梅朝风长得也挺好看 是 所以要不说 你看 我现在马屁精 我又要发工了 你看我在凤凰待了20年 拍了我们老板20年的马屁 我跟你说 真正的360行 行行出状元 你真是你要拍到成精的程度 那就体现出你这个人的 这个查人于微 比如说今天要聊的话题 就令我难免有些尴尬 你认识那人吗 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台庆啊 前几年我们刚办 不是 前几天我们刚办了这个影响世界华人圣典 在借清华大学的这个一方宝地 清华大学很支持我们 对吧 可是呢 你作为媒体呢 他有一个公共话题 对 对吧 他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也不是清华的错 对吧 就是最近呢 这个在博鳌论坛上 清华一个副校长也说了 就说他们呢 可能在关于一个人的这个审查方面呢 出现了这么一些个误差 就是说呢 校长大人的前段时间 这不是我先说的 对吧 你干嘛笑 你别笑 你就是公正公正的立场 我觉得文桃老师主要是对自己的这个 放下筷子骂娘的精神 不行不行 对吧 对这个这个 因为清华的对我们帮忙很大 对对对 但有时候你知道吗 很烦啊 做媒体就是这样啊 你你你你也是朋友 对吧 但是有个新闻跟人家相关 你说说还是不说呢 身为你必须说 是吧 那就就是就说啊 罗斯柴尔德家族你知道吗 来了这么一位 见了校长大人 但是后来说呢 他前面是叫个什么 罗斯柴尔德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什么英国资产的管理人呢 又是这个会那个会的什么什么主席之类的 对 但是我必须要说 我还是说不能怪人家清华 因为后来我发现呢 这哥们啊 他在中国多家机构 包括是政府部门 他都获得过会见 参加过论坛 他不是一次两次了 清华那校长其实挺老实的 他就被人给用了嘛 一般骗子们找校长呢 不会找你要钱之类的 就是校长又是老实人 这个说见一见就见一见吧 握个手 他没有想着其中有机关 但实际上这里边是有圈套的 比如他找这个清华校长 合了影之后 他去地方政府的 就说我跟清华有战略合作 他同时呢 跟北京科委也有一个战略合作 他就是互相来印证 我是靠谱的 然后他就找一个 我看一个新闻 他去了资博 在地方政府的陪同下 视察了一些项目 去地方政府做项目的时候 地方政府这是 清华那边做背书的项目 实际上清华校长就在这方面就在 肯定要被别人给坑了嘛 他只是礼貌性的见一下 但实际上在这种骗子的圈套里边 就成了其中的一个环节 你现在都能认定这是个骗子吗 这肯定是 这我倒不赞成 对不起 我个人的感觉 其实他肯定是出来新骗的 但是他 你真会大传记 你真不能说人家是个骗子 因为 对不起 我是因为咱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 我昨天半夜才 因为那时候他没跟我讲罗斯柴尔德 我一想 哇 终于 终于要谈红酒的事情了 因为以前对我而言 罗斯柴尔德家族 我根本就不知道 原来人家是隐形富豪 什么什么的 我只知道 罗斯柴尔德是这个 咱们那个 拉斐酒庄 木桶酒庄 都是那个 罗斯柴尔德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联想在一块 后来他们丢了那个新闻来给我 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我就去翻了一些 这个 关于这个 罗斯柴尔德的事情 人两年前 在中国的某篇文章 网上都有发布的 人就直接否认 就是他当然是半开玩笑 说 哎呀 我就觉得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千丝万缕 他们的这个族谱啊 遍布全世界 所以我觉得 与其要解释说 我是第几代传人的 什么什么什么关系 人家如果问我说 你跟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是什么关系的时候 我都会直接说 我跟他们没有关系 人家是直接划清界限 是你们自己要对号入座的 我觉得这是骗术之一了 就是每次 我记得之前有人问徐明啊 就是那个大连市的最后俱乐部的 他老人家还好吧 因为很多人都传说 他是某老人家的女婿 对 他老人家工的一直挺忙的 虽然也不敢问啊 就是 他不具体详解 人家太神秘了 他 他说哎呀 我最近跟他也不怎么见面 就像你说的刚才啊 我不是那个家族的人 我很烦这个东西 老问我 其实大家想 你看人家 你看人家 真正的说 硬扯关系的才是骗子 人家撇关系 所以人家 骗术之一种 人家问我说 你是那个孟子的第几代传人 我 没关系啊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讲 那我 我不知道 因为我父亲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 告诉我 我们的家谱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说 我也从来没有去费事 去追根溯源 那如果真的想去扯上点什么关系的话 我想这个 边边角角要硬扯上点关系 还是可以扯得上 那但是就有人愿意对号入座 你们就是那个 你这个广自卑应该就是第几代第几代了 我觉得是 我觉得你可能跟孟子 真的有点关系 你性格有时候会显得梦浪一些 还有 还有我的个子也很高 对不对 孔子身高现在已经知道了 一米八还是一米九 估计孟子也不会矮 对不对 一米八以上 孟子估计 孟子又不是孔子生的 有句话叫什么 那个那个孟子说什么白天 什么白天不懂夜的黑 白天 恐孟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个罗斯切尔德的这个人 你要说 现在英国的那个 他那个家族就说 他不是内森 罗斯切尔德家族的那个男性 谱系 就血统上没有 可是要是按照所谓的传说 我觉得他在精神上 也能直追 罗斯切尔德家族的老祖 就那当初发财的那种 其实当初也不地道 实际上 是骗子 都是发 你先听我慢慢说 这个事还要把他搞清 咱们先去下广告了 他们家族发言人来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下广告之后 你知道我最早知道 有这么一罗斯切尔德呢 还得感谢这个宋宏斌先生 他写的这个金融小说啊 叫货币战争 现在一般被认为是金融小说了 但是当时人们觉得这是真事 是吧 他在里边讲到罗斯切尔德家族 操纵了这个东西方的冷战 简直是发动世界大战 这么一个犹太人的这么一个家族等等 当后来还前一阵 宋宏斌在太原也是受到了一些袭击啊 什么的就是这是后话了啊 但是罗斯切尔德家族 有一个家族成员 曾经在海南我不知道什么论坛上 谈到过这个 说当年这个货币战争 你记得这事吗 报奥论坛 对 是吧 说这书啊很荒谬 不过呢 对我们家族在中国的事业有好处 大家觉得罗斯切尔德家族很牛 我为什么说这个忽悠 他要按这个传说呢 他支撑这个家族的精神 因为按照传说 这家族最早的那个发大财的 是靠什么呢 靠滑铁卢 拿破仑滑铁卢战役 你知道哎 我就跟你说点书 他有意思 据说说这家族的那 那那那哥们 内森吧 是叫 对 说他首创了派间谍到战场 勘察情况 于是就最先得到 拿破仑战 战败的这个消息 就英国威灵顿公爵 那打赢了嘛 然后当时说 这哥们就坐在伦敦的 那个证券交易所 然后呢 说他做出一个微妙的表情 感觉像是英国战败了 但是就很微妙 旁边人就看着他 一看 哎呦 赶快抛售啊 就是抛售英国国债 然后他趁低 吸纳 这样呢 他就成了英国这个国家 最大的债权人 你说也是一个剧本来的吧 对 后来 剧狗证 传说 这也是假的 这整个都是忽悠 这都是 有点怀疑是这个家族 自己放的公关软文 不是 这家族自己都否认的 对 就说连这个传说 也是假的 我们老祖宗 不是靠这个发的财 他有这个 这种骗的这种假消息啊 就在于他有骗的基因 他实际上一开始搞金融 就是低买高卖 就是发挥 就是垄断金融 就像你说的那种 他其实只不过转移了一个时间地点 也是放一个假消息 大家去抛 然后他去买 他有时候赌对了 有时候赌错了 但实际上 看来这家族也是好看别问出处的 这么一家族 对对对 也是一个金融投机客 实际上 所以呢 就这 再加上他神神秘秘的 一会破产了 一会又发财了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通讯没有那么发达 就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之间的那种 就是你什么飞鸽传书啊 什么快马 这个送信 你再怎么 就太封闭了 那因为他们家族的人 等于是散布在整个欧洲的各个国家里面 所以我想他们优势是绝对有优势的 但你说人家用 那个时候 我不觉得 说人是骗子 可以吗 如果按照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那个弄法 说犹太人都是骗子 他实际上 因为他是犹太人 他只能去搞金融 他不能搞其他的正当的职业 当时的价值判断 那些人就是骗子 所以就是这种传说呢 我觉得从一两百年之前 慢慢的演化来的 那时候就说他是骗子 骗子骗子 到现在也说他是一个 骗子家 对 不过这个是建校长的这哥们 他是指在中国忽悠吗 他 我看了一下他的资料 他其实在英国已经破产了 恩赐了那种人 就是为什么判断他是个骗子呢 就是他那边就是注册了 我查了一下资料 就是注册了九个公司 七个正在破产 有一个在清算 有一个在自我破产 而他这种破产呢 一下这么多破产 其实我就 因为我有时候听骗子的故事也听多了 我就瞎猜 他有可能就是一个主动的 一个骗局的一部分 实际上 比如说就刚才我说的那种链条 为什么沾上清华 因为我们老家旁边的一个城市 就因为一个叫清华 下边的一个紫光 下边的一个打着一个什么造机器人的一个公司 骗了我们当地的一个交作政府 交作市政府替他背书开新发布会 他就在当地招商引资做了像传销一样的 几十个亿的老百姓的钱全进去了 人消失了 就是不明真相的上边的机构呢 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实际上那是中国骗子 跟这个外国骗子骗术实际上是如出一辙的 公司注销 人消失 但是那个骗子 中国骗子打的旗号是我们家的什么丈母娘 是高官的女儿 这个的旗号呢 就是老柴家族的什么之类的 远方的侄子之类的 这之类的 就是通过这个原理 实际上是脉络差不多的 中国人其实还是挺信这东西的 就是一个合影 真的就能做成买卖 你知道这东西 要不说为什么 我说不能怪人家这个清华呀 因为即便是就是名剑如我呀 我也曾经上过这个当 没有 就是当年有一个叫世界华商的那么一个组织啊 因为我们主持人 我们有一个谋生的一个渠道 就有时候去给人家主持一些商业活动 哎我真的见过 后来我是看新闻 当时我主持的那个那个那个协会出事了 就是哎呀 出来的人就一身中山装啊 白的 我跟你说 他是完全 我认为他是学的电影上周总理的风采 胳膊都是这样的 还一群人错拥着从电梯里出来 哈 这头发梳的啊 就跟那个电影里的那个毛 就毛利西那个头发一样 哈 这是这就哎呦 大家都拥上去 然后呢 就是看照片 你看 跟很多国家领导人 你也不知道 因为 所以就说有些宴会上 特别有身份的人 你说人家给你照个相 又怎么不行呢 是啊 对 对那些领导人事实上也被骗了 而且那些合影是真的 是 因为他们有很多各种的慈善晚宴啊 各种这个 那对他们来讲 那就是一个入场券 他花一笔钱 他可能去做 呃这个 他买桌子 因为一张 每张桌子都有价钱 因为国外有这么多国际的一些慈善的那个活动 一张桌子可能也就几万美金吧 对他来讲几万美金开玩笑 他进去里面都是名流 都是明星 都是一些政要 他就是去 他什么都不管不顾 带了摄影师 啪的拍完一圈之后 那些照片可值大钱了 你知道我 我还见过那种 就说是送 送画 送字的 对 因为我曾经碰见过啊 但是就因为 我不知道他找我什么目的 因为我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对吧 大概就是 他就是啊 你有时候觉得 你有没有弄明白 他有时候利用你这个人的意识 恶然哈 他带着一种那个热情 哇 扑面而来 对对对 说哈 哈 我给你写了一幅字 我给你送给你 哎 然后啪拿手里 我当时处于一种 下意识照的 拿手里 不是 他不是他 他那边埋伏好一个人 啪就拉开 啪 我就跟他呈现出来的 就是我跟他拿着他这幅字 对对对 就是你跟他请了字了 对 他有些时候 他跟一些领导 没有主席 你有时候主席 一个没反应过来 啪 他就拉开横幅 这框极就照了相了 对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爱好 有喜欢国画的 有打网球的 有打乒乓的 有各种各样的投机索号 他就会接近一点 真是 你管看什么呢 你这是看什么黑材料 没有 我在找一个 一个那个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那个 老罗斯查尔的 就是18 多少年的那位 最老最老的 那个1812年 老先生 罗斯查尔的老先生 去世之前呢 留下了一份遗嘱 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份遗嘱没有 没有 就 12345 五条呢 五目遗书啊 他就主要说什么呢 主要第一个就是讲说 家族所有的主要的这个 为什么我说这个 Oliver 他应该是很容易被拆穿的 你说虽然已经 200多年的时间 但是那个 罗斯查尔的家族 应该不会是一个 太大的家族 而且哪怕是 大家族都会 我估计大家彼此都会认识 因为他们是一直是 近亲 结婚的 他们一直是近亲 而且 身体好吗 我不太清楚 不认识他们家人 你可以去问问Oliver 就是说他说家族里面 所有的药物 必须要 重要事物 一定是要家族的成员去担当 不可以用外人 第二个就是 家族通婚 因为担心财富被稀释掉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绝对不可以对外 公布自己的财产的状态 不能漏富 对 然后哪怕在做 第四点就是在做继承的时候 不能找律师 家族的成员来做分配 所以第五个 每家的长子呢 作为各家的首领 也只有在整个家族 一致同意的时候 才能够选选次子来接班 其实这个跟古代的这个 我怎么觉得这家族像是孟子的后裔 是吗 像是中国那一套 挺奥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 先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财富 你说 这个 这种人呢 在这个中国社会 他能够大行其道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实际上是他们奔着一些地方政府的资源来的 为什么 其实他跟很多机构的合影 跟一些论坛啊 或者跟一些大学校长的见面 和领导人的见面 目的不是为了图上边 是为了图下边 下边有招商引资的任务 有大量的资源 不是 你比如说真到掏钱的时候 谁是傻子 难道就能信了他 因为我 见过这样的案例啊 就是 他 你比如有的是 比如说跟中科院啊 当然举例说明 对 或者跟清华 或者跟一些大机构 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 其实什么都没有 他下面就说 这个有 有这个地方帮我背书 我有一个很大的技术转让项目 你来做 我给你这个地方 不给那个政府 但是呢 你要给我一笔启动资金 啊 我要在你的工业园区盖一个厂房 你就可以报项目 然后这个事抽完之后呢 如果你 他骗的是一个民营老板 这民营老板就得雇杀手去杀他 用自己钱呢 对 如果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 他就得花钱把这个事给平了 就算了 这个事就算了 这是最安全的 最方便的骗局 哦 对 所以你会看到 他会见到很多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论坛 就是这个老柴 这个假老柴 去参加这种东西 但他实际上真正的去挣钱的项目 他不会报道出来的 哎呦 你说这玩意儿 这种人心理素质 我觉得也需要很好才行 我挺佩服这样的骗子 很牛的 而且是一个外国友人 到你这儿 把你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外国骗子可多了 你就碰见过 我说是多呀 你外国人骗吗 对对对 你觉得他们的这个独门绝技有些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最基本的 智商要非常非常的高 不但只有心理素质好 他真的是智商高呀 还是只要比你高就行 也很烦耶 人家要做很多的布局的 需要长得帅 还要长得帅 Oliver一点都不帅啊 我说你 说说就往他身上脸了 对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 人家真的是要做一个一个 这个短线中线长线的布局才行啊 你看他 他也不是 就是不是那样子就来的 造一个事 对 哎 你就说咱们现在看人呢 还是很重视这种衣冠看人呢 或者说是这个人的这个 闲头啊 你像你现在老在北京 你老公周围那些朋友都是非富即贵的 你你觉得你你见他们 你能辨认出他们的这种身份啊 或者是财富啊 地位啊 你觉得你有这种观察的眼力见吗 没有 你没有吧 我跟你说有的交际花就有 就是有些这个这个女孩就跟我讲 他就是哎 我发现真不知道 他说我一进一个包房 我马上就知道谁是老大 或者说谁是最有钱的 这是一种天赋 太大本领 孟老师猜猜我月薪多少钱 您还领月薪啊 我真领的真领的 刚才露说了两句 就是为什么这个像Oliver这种能骗成 还有一个前提 那里边 就是新闻里边会有几个中国人会出现 那是托儿 有托儿 中国人是利用他一张白皮肤和他的这个假名头 去做实际的操盘工作 那可能那个托儿他自己不知道 他可能真的是很崇拜 他可能以为他是真的老 托儿知道有的托儿不知道 对 有的是被忽悠了当